倾家荡产 150多 他爹的生命一天就别走外了 家里就剩这么多钱的 四来天被主播耍外了 挪用公款 一万多次在同一波 非常疯狂的 直播打赏乱象 何时休 直播这一千人 永不退缩 永永之亲 大主播打PK的时候 一般人都受不了 现在还有择外的奖励 流水越高 奖励会多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节目反馈 焦点访谈栏目报道 河北省尊化师 马兰玉镇日强铁选厂 非法倒挖铁框之后 河北省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迅计开展案件处理工作 采取一系列有利措施 坚决一规一计一法 从严处置 近年来 网络直播新业态迅速兴起 在推动行业发展 丰富文化供给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 也存在一些乱象 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特别是一些 打着所谓情感类直播的 打赏活动 让很多人 甚至青少年沉溺其中 直至倾家荡产 国家相关部门 近几年也不断对相关乱象 进行治理 但是主体责任缺失 主播良友不齐 打赏行为示范等问题 多发频发的现象 仍然存在 这位年轻人今年23岁 是河南省平渝县的一名村民 他给记者看了一打厚厚的银行转账记录 这都是他在最近一年左右的时间 打赏出去的 黄平目前没有工作 从家庭条件看也并不富裕 这么大一笔巨款打赏是从哪里来的呢 黄平的父亲两年前在工地打工 遭遇意外 不幸去世 工地一次性支付了死亡赔偿金 145万元 后来黄平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 之后黄平和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一起 沉迷于网络直播打赏 等到今年3月家里人发现时 账户上只剩下四分钱 这些团圈咋弄 我看到我都想掉了你知道吗 他爹的生命前就白了完了 你这孩子咋生活 目前小黄兄弟俩已经在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 通过打赏搞得人倾家荡产并不是个例 甚至有人因为打赏影响了企业的生存 在北京市一个服装商城的大厅里 几百平米的空间空荡荡的 几年前这家公司的出纳挪用了公司的公款 2000多万元参与直播打赏 最多的时候一天打赏一万多次 非常疯狂的 没有时间吃饭 没有时间睡觉 没有时间上厕所 他什么时间都没有 否则的话他是完不成这个的 这位出纳最终被判处了13年有期徒刑 至今赃款也没有追回来 给企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发展的好好的这么一个企业 因为在平台上打赏就这么一件事 把这么一个实体企业给毁掉 一个又一个惨痛的经历让人疑惑 这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其实直播打赏本身并不是天然具有这么大的危害 它是一种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网络盈利模式 用户在观看网络直播的过程中 通过花钱刷礼物的方式 为主播的工作支付报酬或者表示赞赏 打赏有不同的类别 有一种属于付费观看 比如说我付费打赏了一定金额 那么主播可能会回答你一个问题 或者给你解讲一个故事 唱一首歌跳一支舞 它属于这种付条件的赠予 或者是类似于购买服务 看到优质的直播内容 用户用打赏来表示谢意也无可厚非 那么小黄兄弟俩在直播时 到底看了什么内容 让他们如此深陷其中 直至能把父亲的抚恤金 一分不胜地打赏出去了呢 小黄不善言辞 在他手写的一张纸条上我们可以看到 一位叫瑶瑶的女主播 小黄一天就为他打赏了15万元 开始打赏比较少 然后慢慢的一张 他接触交个朋友什么什么的 然后越打赏越多 下面上头来见面 就这样 打赏到多少可以见面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这样拖着 小黄的经历并非个例 一些主播吸引打赏的 并不是靠优质的内容和服务 而是靠低俗色情擦边的内容 来吸引网友 用交友的预期 让人步步沉溺 在网络平台和主播之间 通常会有一家公司 作为主播经济机构 来管理和打造主播 一位业内人士就给记者透露了 直播间里的套路 这种明显超大额的 都是有一些故意的诱导 或者迷惑的这种行为的 除了以恋爱交友的骗术作为诱惑 打PK也是吸引用户打赏的 一种常见方式 所谓打PK 也就是几位风格接近的主播 在约定时间内进行比赛 看谁家礼物刷得多 看上去是一个小游戏 却成为了很多网友 疯狂打赏的战场 这个大主播打PK的时候 一般人都受不了 为什么呢 他第一会有他所谓打引号的叫战取 战取一想的话大家就很冲动 只要人机票 人机票一个账号可以打满600张 还有多少个简单方便 就打满600张呢 第二呢 他会之前先给大家洗脑 我们是家人 我们是凝聚力 有少钱上少钱 没有少钱 你就点赞就行了 大家凝聚起来去打对方 直播间一千人 永不退缩 永往直前 我数三二一 有打一个 能打一个 打一个 能打一组 打一组 主播和平台一起 营造了洗脑式 非理性的氛围 让人上头 本身很多人已经难以克制 而在PK时 一些直播间里 往往都会出现一些大哥 或者老板 他们豪气地打赏方式 引读很多网友 跟风效仿 争当绑一大哥 就是一般他们会说 什么绑一大哥呀什么的 会有这种说法 我能接受的事 对 你当过吗 你当过 像小黄这样 在日常生活中不顺利 经济上也不富裕的网友 在这个过程中 很容易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但是 在争当绑一大哥的网友中 往往有一些 是女主播所在的公司 自己给自己的主播刷礼物 营造竞争气氛 来营迷入套 有很多主播 他其实有一些老板 都是他们工会的 然后你就非得跟他 叫个字 就跟他比一比 发现 虽然是你赢了 但是到最后 越合就越不对 往下杀的越来越多 在这个直播间里 一名网友在主播的鼓励下 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几乎一刻不停地刷着礼物 在种种套路之下 疯狂的直播间 就像吸血机一样 榨干年轻人的时间和金钱 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2021年2月 国家网信办等七部委 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指出网络直播打赏平台 主体责任缺失 主播良有不齐 打赏行为师范等问题 多发频发 要求各平台 切实规范直播秩序 坚决遏制不良倾向 行业乱想 2022年5月 中央文明办等四部委 又联合出台了 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 提出要禁止 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 可是无论是一些平台的主体责任 还是主播的行为 仍然存在问题 深夜的直播间里 一些女主播穿着暴露 语言暧昧 有的直接许诺 刷够多少礼物 就可以私聊 并且可以发送神秘福利 河南卫辉士这个15岁的少年 手机里就收到过这样的福利 前不久 她在偷偷看直播时 女主播和她聊天后 加了她微信 给她发去了一些半裸露的照片 并承诺完成了任务 下播给你看 涉事卫生的小张 沉迷其中 将母亲银行卡里的6万多元 逐步都在直播间里 刷了出去 把我起了 我都没办法刷 把我起了 交了还没得好苦 我这三年前 带着扎江打工 出来的工商 人家报我19万块钱 她一周四来天 她给主播刷完了 小张的母亲因公至残 她的父亲近期又中风 瘫痪在床 家中存款全部被小张打赏后 一家人陷入了困境 当时我们的心情非常迫切 因为这种情况 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社会矛盾 现在我们都在排查 这个矛盾纠纷化解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矛盾 在警方的帮助下 小张的母亲找平台 要回了这笔钱 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 网络平台早就应该禁止 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 可是 一些未成年人要上网观看直播打赏 并不是难事 看来要真正杜绝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 除了提高家长的监管意识和能力以外 归根到底 还是要从网络直播的乱象置起 从法律上来讲 专家认为 按照我国民法典的要求 像打赏这样的民事行为 也应该遵守公序两俗的约束 平台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因为平台在这里面更多的是一个居间服务 它提供的是网络相关的服务 所以它有相关的分层的权利 就一定有相互配合的义务 那比如说这个钱不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念 或者是公共利益 平台应当有一个准备金的 是要有一个赔付责任的 根据行业管理的要求 2021年 我国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出 网络直播平台建立健全 直播账号分类分级规范管理制度 要针对不同类别级别的网络主播账号 在单场受赏总额 直播热度等方面合理设限 要对单个虚拟消费品 单次打赏额度合理设置上限 必要时设置打赏冷静期和延时到涨期 时隔两年多的时间 这些要求PC平台并没有落实 平台有没有给你提醒过 就说你转的频率比较高 或者是总额 超额什么的 没有 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种提示 记者通过查询发现 有少数网络平台在用户进入直播间时 会提供这样一个选项 用户可以自己限定打赏额度 设定之后 等到打购额度时会收到相应的提醒 不过这和指导意见所要求的 建立单场受赏总额 单次打赏额度合理设置上限 必要时建立打赏冷静期等 并不是一回事 国家内规定里头还说了 必要时设置打赏冷静期和延时到账期 您听说过这个规定吗 这些平台里头 影响客户消费 影响他们的流水 因为您影响他的流水 它就是 它有一些上市公司 影响他们股票 影响他们股东的分成 所以他们 最可能百分之百 不会设置这些中期 主播得到的打赏 平台和经济机构 都会参与分成 一般来说 平台要首先分走 百分之五十的打赏费用 剩下的由主播和经济机构来分成 这是某平台与主播经济公司的后台约定 从中可以看出 他们以当月总流水的 梯度金额及任务作为考核 经济机构的月流水超过五百万元 至少可以额外拿到百分之八的奖励 在这种制度下 就推动经济公司和主播 想方设法去争取更高额度的打赏 平台还有它额外的奖励 就是您说它达到的点 就是它的流水越高 往这边会奖励的越多 说一千到一万 根本还是利益的趋势 导致指导意见难以落实 行业乱象屡禁不止 最新的行业报告显示 我国网络表演 直播与短视频行业 已经有超过1.5亿网络直播账号 超过10亿内容创作者账号 近2000亿元市场营收 这样一个巨大的从业市场 如何更好的规范 保证其良性发展 好像说是钱的原因导致了 钱的原因也是一个原因了 但是我们知道 你看这也是一个主播嘛 就是有的人他对主播就是有偏好 就是我得你一人 我在你一个人的上面 就是在那个亿万人的上面了 因为亿万人都仰慕你嘛 所以说他有些个人 尤其是那些个特殊的人 对这个 这个 露脸的这个女性 就是被更多男性 追求的女性谈 他就有掠夺感 那个特别的那个群体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我就不说了吧 因此这些个赤者 这些个聪明家伙 你对着农民工 来说这些个事 我觉得你还不宜对着那些个人 来说这些个事 是吧 就是造成这些个事的原因 到底是人性的原因 还是环境的原因呢 人性的原因 我们就要谈宗教 谈人性的改造 这个明显的不是社会 世俗社会的事 凯撒归凯撒 上帝归上帝 你又不是IS国 你又不是这个 这个塔利班国 你对人性你有什么办法啊 你的办法 你只能是保护信仰自由 让这个信仰都发展 相信他们可以解决一部分 我们能做的 只能是解决社会丑面的问题 社会丑面的问题 我觉得谈这些个人 还不许谈那些个人了 是吧 谈那些个特殊的群体那些个 他们怎么对主播 有那些个特殊的编号 那是怎么回事啊 是吧 钱只是一个方面 那个我觉得 我觉得搞来搞去 那才是主因 那个才是主因 更重要的问题 更重要的原因 他也是主播吗 都是主播 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没什么差别 都一个味儿 那是主播 谢谢观看